新北市瑞芳区爪峰里和新峰里是全区居住人口数排行第一及第二的里 两里加起来共齐前多人 但进出的大众运输工具目前只有新北市的新巴士 对此11月01起协助争取将客运846路线延长行驶至这两个里 并增加六个站点鼓励民众多加利用 我们的爪峰里那以及新峰里是我们整个瑞芳区民众居住最多的地方 那因为平常民众的进出也只能仰赖新巴士来做搭乘 所以进出非常的不方便 那因此一起争取了基隆客运846在6月1号开始试营运三个月 市远离奇表示瑞芳区爪峰里和新峰里居住人口众多 平常出入的大众运输目前只有新巴士 会让居民进出更方便 也争取到客运846瑞芳到平溪的路线 延使到爪峰里和新峰里一带 也鼓励乡亲大乘公车等大众运输 并提升学生通学及校园交通安全 那我们预计会停告东方瑞士 然后以及瑞芳国中 还有冥想新春以及黄金大镇 那也希望这样子的一个站点的提供 也能够让新峰以及爪峰里的民众的进出 能够更加的方便 爪峰新峰地区 设了六个站牌 方便我们乡亲到志祺去去 因为它是不限假日和平日 它是就用客运来帮我们跑 新峰里里长表示 很感谢市府交通局 区公所和议员离奇 多方争取及配合下 让846路线客运 可以进入到人口数最多的爪峰里和新峰里 沿途也增加六个站点 向东停靠 普通OK便利店 东方瑞士 而向西则是停靠 瑞芳国中 冥想新春黄金大镇 介绍为瑞芳采访报道